你有人亲吗? 的那种感觉 有 哈喽大家好 我是Freece三家 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日本人过年都不回家 三个台日过年文化差异 耶 那这些作战差异的一些原因呢 也有让我很震惊的一些理由 那我们赶快跟大家来介绍 第一个就是 日本人过年都不回家 那大家可能会感到很惊讶 因为会觉得 哈?过年哪有人不回家的 而且在华人的文化中 过年返乡回家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的感觉 那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有一个调查 是调查东京人 有没有要返乡的一个问卷调查 竟然高达70.5%的人不回家耶 那因为我知道就是日本人的感觉是 没有像华人觉得过年很 一定要回家不可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会觉得 诶 嗯 过半数 有可能 但是没有想到 诶 高达70.5% 这个我也是满惊讶的 台湾在过年的时候没有回家看看自己的家人 感觉会被当成很不肖啊 还是会被周遭的人侧慕的那种感觉 当然2020年的这个调查 因为疫情也一定有很大的影响 可是就以日本人的感觉来说 诶 就算是没有疫情的时候 看到调查说 诶 不回家的人超过50% 也会觉得 哦 要可以理解的那种感觉 那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返乡回家 看看家人呢 大概有三个节日 那最多的时候还是这个年末年初的时候 诶 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啦 因为日本的过年 是过这个犀利的1月1号这样子 可是也没有像台湾的 觉得除夕一定要大家围炉啊 吃饭的那种感觉 除夕是大晦日 那没有觉得这个大晦日好像一定要跟家人聚到不可 就是觉得说 诶 如果我今天回到家好像就已经不错了 也没有一定要那个时候团圆到 在过年的这段期间里面 有见到家人 就觉得诶 很不错了 的这种感觉 过年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放假 就大家可能会修到个1月7号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啊 都是1月4号就开工了 所以很多人 日本人会认为说 诶 我修过年其实只有三天 回到刚刚的话题 日本人一年当中会回家的节日 有三个嘛 第一个是年末年初 那大概会是年末的2829 那时候可能是一个高峰 对 第二个再来就是黄金周 那第三个就是云南盆结 会去回去扫墓这样子 那我从日本来到台湾也一直有感觉觉得 日本人的这个家人跟家人之间的距离 或者是常常就是一个吃饭啊什么的 那台湾人或许会觉得说那是因为台湾比较小吧 但我觉得不是耶 就我觉得 今天换作是日本人 就是台湾的这个不同 縣市之间的这个距离感 日本人也不会那么常回家 那这边日本有一个公司做了一个调查 问100名的男生女生大概一半一半 这100位是30到40岁已经已婚并且一年当中一定会回家的人 问他们说你们回家那你们一年当中会回家几次呢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一年回去两三次 而且每一次回去可能在那边待一到三天 这个是最多的有占35% 所以呢日本人一年当中可以回家的这个max上线啊 一年大概最多就是三次了我觉得 那是不是真的差蛮多的 因为像我有朋友他本人是台北人 然后到其他的县市去工作就算很远哦 有些是大概每两个礼拜还是每一个月都会回家一次 那我真的很深刻的会觉得跟日本很不一样 那一年只回一次的人占27% 然后呢还有好几年才回一次的也占了13%哦 那这大概就是日本人的常态 甚至呢你还可以看到论堂上面有日本人在讨论说 为什么过年或者是羽然盆结 非得要勉强回家不可 用了勉强这两个字眼 那我觉得华人的话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 这李丹要回去啊 你怀疑什么 你有人心吗 那种感觉 而且真的有那种不回家过年就会被骂到臭头的那种印象 那第二点台日过年王话不一样 红包 那台湾的红包就一定是这种红色的纸袋嘛 那我在前几年突然身重病紧急开刀夺回一命之后的 传统了 而且最近还有很多有趣的设计 像这一个就是打开像卡片一样是立体的 这个生肖 会跑出来的 还有最酷的是这一个 竟然是黑色的 不知道黑色在这个华人文化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经济 还是不吉利之类的不晓得 但是这个黑色是很最近的 对就是有点搞笑 不只是红包袋的颜色不一样之外 包的树木也不一样 因为像台湾的话呢 大家都会包偶树嘛 那像结婚包红包 都一定会包这个双树 偶树 就会觉得是双双对对啊 就一对一对 不会分离的那种概念 那日本呢 有趣的是 会有很多台湾人 就在日本生活多年了之后 不知道这个习俗 就自己包了偶树就出糗了之类的 那日本会包激树的原因很有趣的是 就一般大众的日本人都知道要包激树 就是日本人的概念呢 是觉得因为激树是恶除不尽 就是 就会觉得树枝跟树枝之间无法分离 没办法切割干净 所以缘分就不会被切割 是一个吉祥的这种概念 就一般日本人所知道的概念都是这样 就跟台湾很有趣的是 有点殊途同归的感觉 都是觉得 会分离嘛 但是一个是偶树 一个是基数 就原本 我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这是日本人的这个刻板印象 但是我为了拍这个影片一查 我发现了一个让我很惊讶的事实 这个是 应该真的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的 因为都太理所当然了 看到的是说 日本自古以来就认为基数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是现代的日本人知道的 因为 恶除不尽 这个原因听说是 后来才给他冠上这个理由的 但是 最根本的由来 是来自中国的 艺学的 阴阳思想 就觉得 原来是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那日本是解释说 阴阳是中国的 艺学上的 创造宇宙万物 支配的 这两个 互相相反性质的一个气 这样子 积极的归类为阳 消极的归类为阴 那日本的解释都是这样写的 所以惊讶说 啊 连包红包的这种树木 原来都是受这个中国的思想影响 这真的是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 而且仔细想想日本的文化 真的是非常喜欢基数 像是宴会啊 就是那种 有很多众人会聚集的那种场合 为了大家要同心 然后就会有那种 三本仕面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这一种宴会 在咬童心啊 或是恭贺的时候会做这个动作 那刚刚是三嘛 还有一本仕面 一支就是刚才的简短版 会说 有 弄到旁边 对就是一个这种 大家一起喊话 这样 而且呢 日本还有这个 祝贺孩子成长的文化 叫做 就是 七五三 孩子七岁五岁三岁的时候 去做一个 做一个成长的记录 通常都会穿正装去拍照啊 等等 或者是自古以来 要介绍这种名胜经典 常常会听到 南大一堂 南大秘境温泉 之类的 就是用三啊 五啊 等等 好 那以上大家有没有觉得 哪一个让你最震惊呢 或者是你觉得 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同的文化 也欢迎告诉我哦 最后祝大家 土年新年快乐 大吉大吉 然后我也要祝我自己 就是一定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然后 福气多多 嗯 今年加油 好 那如果觉得我们影片有趣的话 麻烦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哦 然后也欢迎追踪我的 Facebook Instagram 每天都有用中日文分享的咨询 也有专门日文教学的IG 也欢迎追踪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 也欢迎看看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